那各位记者朋友们 那各部会的同仁大家好 那今天很高兴 我们在今天早上5000.gov.tw已经上线了 那我也看到很多媒体朋友已经报道了 在这个预览版的官网的非常多的资料 那今天我想主要就是有一个机会 让各部会包含加码券数位值本 五倍券相关的问题 能够在这边大家看了这个预览的官网之后 有任何问题的话 我们在这边一次回答 那我就先大致做一个说明 麻烦下一页 那网址确实是5000.gov.tw 那不管是手机或者电脑都可以上网 那在这个网站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下一页 它分成三个主要的区块 也就是数位值本的五倍券 还有就是加码券 那接下来这三个区块 大概我都用三张简报 稍微跟大家说明看看 那我们先看数位五倍券的部分 麻烦下一页 在9月22号开始 那任何人都可以来开始数位五倍券的绑定 那像我去年三倍券的时候是邮政的Visa金融卡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那今年的话我大概就可以选邮政的台湾Pay 因为我们今年帮台湾Pay做了蛮多设计 然后我想说自己体验看看 但是不管是信用卡或者是行动支付 或者刚刚没有提到电子票证 那都可以在这个数位支付业者 自己的网站或者自己的APP上面 就可以进行个人绑定 那今年比起去年最大的一个改变 就是多了叫做共同绑定的这个功能 麻烦下一眼 那举例来讲 像我自己如果我刚刚讲绑定了台湾Pay邮政的话 那接下来我的下一个动作 应该就会去问我爸妈这个 因为他们手上都有健保快一通 就是问健保快一通产生出来的OTP代码是什么 然后他就会给我一串数字 然后我就输入这个网站 那这样什么好处呢 这样子就是他们就不用再去做绑定或者是领券 那我们最多连自己一共可以共同绑定五个人 一个主绑人 然后最多四个共同绑定人 那这五个人就像之前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样 不管是五千块钱的额度 或者是之后的加码好事券等等 都可以在这个网站上面去完成共同的绑定 那这个认证的方式 除了健保快一通的OTP之外 那如果你有读卡机跟电脑的话 当然也是可以用插健保卡的方式来达成 那再往下一页 有另外一个数位绑定之后 共同绑定的方法 好比像说我阿嬷可能没有健保快一通安装 那但是我可以跟她借她的健保卡 然后到楼下的这个超商 那点选共同绑定在那个超商的柜文机 然后我先插入自己的健保卡 依序插入要共同绑定的亲友的健保卡 然后最后再次插入自己的健保卡 来完成这个共同绑定 那这个的效果跟刚才在网站上面的共同绑定是相同的 好那以上大概就是数位包含个人跟共同绑定的部分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纸本 那纸本呢 相信大家在去年也有过这样子的经验 就是我们会分不同的梯次嘛 那今年9月25开始是第一个梯次 10月25开始是第二个梯次 在这个梯次里面的预定期里面 只要插健保卡在超商 就是四大超商的kiosk 它的就是围机 那我们就可以去进行预定 那预定之后呢 我们就在那一个题次的领取期 回到原来的店就可以领取 那再下页 如果在四大超商以外 其实还有很多 那这些通路包含全联、美联、区城市、康市美等等 这些因为没有kiosk的关系 所以如果你想要订到这些地方 那就要上我们5000.gov.tw同样的这个官网来进行预定 那预定的时候就可以选择通路 那它预定的时程就跟刚刚那两个梯次是完全相同的 那预定的登录方式 同样的也有健保卡跟快一通OTP 那不然自然人凭证也是可以登录的 再往下 那如果第一个梯次 职本没有预定到那也没有关系 因为邮政的网站跟电话 在这两个就是提示中间有另外一个预约期 那今天上午我们也看到邮政有说就是到11月初嘛 应该是1月1号的时候 那就不一定还需要预约了 因为那时候人潮可能没有那么多了 那应该就可以在现场也可以去领取 但是10月4号开始的预约期还是即使是邮局是要预约的 那不管是在他们的网站或者是在0800 7 0199 都可以做这样子的预约 好那以上是职本券的部分 那接下来呢 好 这次没有讲下一页 自动下一页 接下来是加码券的部分 那加码券是今年比较新的一个尝试 我们在去年的时候 大家可能记得就是加码券每一个有自己的app 或者是自己的line好友 或者是自己的网站之类之类 那它的登记呢 很容易就是不小心就忘记登记了 所以在今年的话 我们是在同样一个网站来进行所有的八个无费的加码券的登记 那这个登记呢 只要登记一次 那所有的后面的抽签啊 通知啊等等 都是由我们5000的这个官网来进行 所以呢 我们看左上角这个标记 就是说无论你是拿职本的5倍券 或者是你是绑定数位的5倍券 只要你是有资格取得5倍券的人 那即使你还没有绑定或者还没有拿职本 你也可以9月22号就先来抢先登记加码券 意思就是说先来勾选 你想要接下来进入哪些的抽签 那在登记加码券的时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认证方式 就是你的身份证号 那再加上发一桶简讯到你的手机进行认证 确保说这个手机的号码之后中签的时候的简讯呢 是能够发得到你的手机的 那除了个人的登记之外 当然我们刚才有提到就是数位 不管是到招商还是在线上 可以共同绑定 所以这个共同绑定之后 我们会自动带入一个加码券 就是共同加码券登记 麻烦下一页 举例来说如果我是在网站上面做个人绑定 然后在共同绑定 这个刚才有解释过之后 那接下来呢我们会多一个引导的按钮 只要按下就可以进入勾选加码券 那它会自动带出所有跟我共同绑定的这些人 那这些人他要勾哪些想要登记的加码券 就同样的在手机上面 就可以完成共同绑定之后的共同加码 那再往下一页 那如果刚刚有提到是可以拿健保卡到超商 先插自己的卡再亲友的 然后最后再自己的 这样子在超商的共同绑定 那这个时候完成这个之后呢 会看到一个小白单在这个荧幕的左下角 上面有列出数位对领的主绑人跟共同绑定人 那在这个小白单的最底下会有一个QR Code 只要去用手机上面的扫码程式扫 这个QR Code就可以进入我们共同加码 加码券登记的网站 那这个网站同样的在你自己手机屏幕上会自动出现 你是主管人共同绑定人的这些相关的讯息 然后同样的就是都你要加入哪些部会的加码券 好那以上是我们这次官网以及相关的就是超商等等主要的设计 那最后看我一下大家可能会很好奇就是加码券怎么抽哦 不过今天大家都在股签的官网上面看到了 所以大家也现在没有那么好奇了 不过我还是再念一次好了 就是说我们是从10月11号开始分成四周每周抽签 那每周里面抽签的顺序是按照面额大的一路到面额小的的部会 那每周的这个抽签每一个人只要登记之后 从登记开始之后的抽签都可以自动的抽 你不需要每周重新登记 只要登记之后之后的每周 他会自动帮你去抽签 那这样子的抽签只要一种钱就会简讯通知 那一周里面每个人可以中最多一种部会的签 那四周当然就可以中四次 所以可以中到四种券 因为不会跨周中重复的这样子的部会的加码券 大概就是这样 那我们再有最后一张 最后一张这边就是特别要帮经济部打开广告 就是前400万个数位绑定的朋友 是不需要抽签的 那就会自动获得价值500元的好识券 那这个好识券可以在餐饮高比业时市场都可以使用 那这部分其实是大家已经知道的 那另外跟大家分享 就是在数位绑定的时候 无论你是不是前400万名 都会取得一组优惠代码 在荧幕上面右手边有看到这个优惠代码 那这个优惠代码就是每一次你在消费的时候 如果店家有专门针对5倍券的加码 或者如果是电商 他专门针对数位5倍券的加码的话 你只要出示或者提供这组代码 他就知道你是不是有绑定数位5倍券 那甚至就是这5000块的额度是不是已经消费完了 那都可以直接的通知这个店家或者是店商 好那以上是一开始的报告 那就看大家有没有什么想要讨论的或者询问 谢谢大家